台南市日空一年台南文学中 11月11月的保证万东相隔离拉 古营万象电影 今年文学中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头一回开放算上的导歌 总共收到715件的作品 是6年来最多 最好算出了 第一批秀朔 局本 三文 二党文学中 10队的中行 都总55件的作品 总共金市122万 文学中业特杉来表示 为了提供在地武艺創作 台南文学中 刚才说设有台与流的中行 今年的台南减生地 也来说出台南的主意 在715件当中 选出了55位的得奖组 可以说能够得奖 都是脚脚中的精英 今年的台南文学奖 总共有十大的一个文类 在这十大文类当中 其实也有很特别是属于台南的特色 就是台南的地方风图的书写 今年的主题叫台南减生地 所以今年刚好正逢疫情 很多人也选择了疫情 这一个主题来做创作 那同时在我们今年的 剧本奖的首奖得主 也是以疫情为主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文故事 所以今年虽然正逢疫情 但也透过这些文学家 的书写把疫情做了一个 完整的一个文学纪录 今天这个扳中典的 今天的市场也要搞定 请自来为这种人扳中 感应过来 林宗源先生是出生于 民国24年的台南士人 台湾知名诗人 也是战后提倡 以台语写诗的先锋之一 在台语文学界 被称为台语诗之父 从1970年代开始 就提倡以母语写诗 对台语文的推展不遗余力 今天呢 得到我们的卓越市民奖项 我有两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 是我个人的影响 也是台南市政府的影响 可以颁奖给林宗源老师 卓越市民的这种 所以我想台南市政府 可以有这个机会 来跟我们的文学巨播 我们的林老师 颁奖一个卓越市民 我想个人感觉很高兴 也很影响 第二 在过期 我们的 这个 言分地带 文学妻子 我们的贵主一谭老师 会跟他曾孙 郭玉佳 他也来参加 得到这种 我想这个文学的后继友人 而且 又得到平身的均定 这也是表示我们台南的文化 我们台南的文学 可以一代传一代 可以得到普遍的共鸣 这点我不是非常非常欢喜 这两件事在我们第一次台南文学中 我想更加电影 更加彰显 更加让大家感到高兴 另外 今年也有 《沿电风》 《沿映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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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拿到两项文学中 再次都为台南文学中 留下美丽的记忆 恭喜我们的首奖得主 也期许大家继续为我们创作出 更好的作品